我已经平定了李云之乱 我大宋皇帝亲征李云 轻取了泽州 平定了泽州之乱 确实如此 足下使 这是朕的丞相 沈胡子 沈丞相 莫非沈丞相以为 我大宋国皇帝 怀疑贵国会支持李崇敬 为了稳定反命 所以派在下 到贵国来 狂暴军情 若然不是这样 沈学士为何一猜便知 论思 我与丞相都姓沈 五百年前 应属溢家 论功 你是吴越国的丞相 而在下 是大宋皇帝的晋臣 都该尽忠报国才是 但是 何谓尽忠报国 在下一名 对陛下斥胆忠心 保陛下江山社稷 不能使陛下义失俗 呈千古恨才对 这是自然 在下虽然愚钝 但也颇知此理 李云逆天行事 虽以灭宋富州为旗号 欲号令天下 但是前朝福太后 与小皇帝柴宗训 洞察期间 发布讨伐西文 今 我大宋皇帝 已平定李云之乱 各地节度时 纷纷上表称赫 朝野平稳 民心隐定 李冲进 久怀异志 早已被前朝大型皇帝 逐出京城 偏居扬州 李重进 必将行判 而我大宋皇帝 早已有所准备 如果贵国 支持李重进 后果将是如何 想必在下 无需再次点名 沈徐师怎么认为 真是支持李重进 我大宋皇帝 高瞻原主 早已洞察 李重进之心 想必他以一己之力 不能反叛成功 他必将联手 贵国与唐国 即便现在无人抵达 想必过几天 一定会有人 前来杭州 原来是贵国皇帝的猜测 我大宋皇帝还断定 贵国一定不会支持李重进 那又派遣沈学士 前来作甚 大宋皇帝 派遣微臣前来 是来表示对贵国朝贺的回败 而且我大宋皇帝决心 我大宋国愿与吴越国 永结友好邻邦 贵国皇帝有如此美意 朕也十分愿意 启奏陛下 我国使者从宋国回来了 学爱 是 沈学士一路辛苦 请先到驿馆歇息 朕将设宴款待 谢国主陛下 请 微臣参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宋国皇帝真的平定了李云之乱 是的 李云兴兵 大宋官民十分愤恨 所以自取灭亡了 而今大宋国局势平稳 大宋皇帝回到汴京 便召见了微臣 南平 武平 还有蜀国的使者 也都去朝贺了 赵狂印 果然厉害呀 这个沈一伦是个什么样的人 沈一伦和大宋国皇帝关系致密 今次于书密直学士赵 沈一伦现在住的房子 便是大宋国皇帝未定大宝之前所住的宅邸 他因备受恩主 所以便赏赐给了他 宋国皇帝如此宠幸此人 又派他亲自前来商谈牧楚之事 可见宋国皇帝与王和睦相处的诚意 看来还真不能搏待这个沈一伦了 谢丞相相送 愿我们两国有事相好 这是两国陛下之愿 也是你我兄弟之愿 相信一定会如此 国主还是要给兄长一些礼物 庄金十个坛子已经放在船上了 这万万不可 沈兄 坛中之物乃是件常见之物 沈兄就不要客气了 好 那就请贤弟 带我向国主陛下表示感谢 沈兄 一路顺风 请上船吧 好 告辞 请 开船 任雄保重 沈丞相 多保重 没关系 好 二口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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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快起来 快起来 起来 起走 三分 醒醒 去 把行囊打开 拿下衣粮 救济这些灾民 是 这次前往 吴越与唐国商议和睦共处之事 可如人愿吗 托陛下红服 一切顺利 南唐国主李景卧病在床 命其子李玉接待微臣 说愿与我大宋 永结友好 吴越国国主 更是对陛下崇敬有加 盛情款待了微臣 也说愿与我大宋 永保木林 如我大宋有事 他愿 发兵相助 临行前夜 派宋 派宅相 沈胡子 赠送给微臣一箱礼物 被微臣 婉言相聚 可是不承想 第二天 微臣登船之时 便发现船上 早已备好了 十坛黄金 约计五千两 微臣 特将此事 奏命陛下 请陛下 收入国库 即使齐国 对使臣的馈赠 学士自敢收下 陛下 微臣是奉旨出使 岂敢私自收受馈赠 陛下 微臣在归途之中 途经扬州四州 发现扬州大汉 四州大涝 庄稼绝收 民居近毁 百姓流离失所 恶嫖遍野 大宋新力 统一大液 虽迫在燃眉 但重振百夜 让万民安居乐业 也是新朝中 药中之药的大事 微臣 赶请陛下 将这些黄金 用以镇计 并发放郡中军粮 以解黎民之苦 郡中军粮 不能动 启奏陛下 扬州四州 数年前才归于我国半途 唐国南唐 一直想把他夺回去 所以迟迟没有来朝和 我想 不久便会打过来 军粮万万不能动 陛下 如若从外地调粮 原水结不了尽可 而此时此刻 黎民百姓正处在危难之中 如何能等待 启奏陛下 扬州四州 虽然远属于唐国 可如今 却是我大宋国的国土 那里的百姓 也是陛下的子民 岂能视之如后娘所养 非常事起当有非常之举 微臣以为 沈学士所言极是 应该动有军粮 以救民救命要紧 好 赵光义所言 正和朕议 沈一轮不但才能过人 且连接奉公 爱民如子 得才尽美 古今罕见 陛下 陛下过于 臣不敢当 陛下 有人 给吴越国国主 写了封密信 吴越国国主 托臣转成陛下 李重进的胆子也太小了 竟然给吴越国王亲笔书信 担心朕会对他除兵 当然 他只是用了假如 虽有不臣之心 但尚在试探之际 手术两端嘛 陛下 天下出定 而百姓久经战火 生灵涂炭 臣以为 不以征战为徒 还希望这李重进 能有迷途知返之心 这怎么可能呢 陛下 微臣以为 李重进有此担心 是因为 他心中有惧怕之力 陛下既已看出李重进 尚在手术两端之间 臣以为可以将其 转化为我大宋臣子的 希望尚存 为天下百姓计 就绝不言征 臣请陛下赐给李重进 世书铁券 以打消其顾 好 这个主意很好 魏大人 你赶紧安排制作 世书铁券吧 顺势 是 启奏陛下 方才汉国前使 奏报我国抚卫大使 在齐国议馆突然大病身亡 现将其官谷送回 并报丧情 有这等事 宣 威荣见朕 是 宣 外臣魏荣 叩见大宋国皇帝 平身 谢陛下 魏荣 朕特遣使者 去见贵国的皇帝 是想换你回国 可是 就在朕的使臣到达后 突然报死 李朕想来 定是被刘军所害 竟有这等事 刘军 以为你归顺了朕 不许你回国 才如此而为 他见我仍活在汴境 一定是以为我贪生怕死了 魏荣啊 如今 你有国难归 都使刘军昏暗不明所致 朕任命你为太府卿 待朕向刘军指名立海 尽快将你的家人接回汴境 让你一家团圆 陛下 陛下体虚下沉 十分重权 立陶明军 不过如此 魏荣也 多谢陛下 朕今日招纳的魏荣 是个可以重用之人 平丁汉国 朕要借助于他 朕想赏他一个宫女 关注他的心 来帮朕参谋一下 找个性情好 向某家的 臣妾举荐奉交 圣人 奴婢不嫁人 只愿一生服侍圣人 还望圣人成全 魏荣是汉国的宰相 人品好 相貌堂堂 你能服侍他 也算是有一个好的归宿 官家 奴婢发过誓 此生永不嫁人 还望官家能够成全 让奴婢一直服侍圣人 求求官家 求求圣人了 他既有此心愿 就另选个宫女吧 行 起来吧 当今天子 可真是人厚 且有雄徒大致的好皇帝啊 我要真是能得到他的宠爱 那该多好啊 站住 我是李将军侄儿 有钥匙相告 麻烦你去通报一声 秦公子 稍等 小人这就急速通报 警报大将军 令职酒店 我的侄儿 哪儿来的侄儿 且让他进阳 细甲盘问 是 你见过将军 你究竟是何人 竟然冒充我的侄儿 在下 曾想去帮助李奕 却没想到 未赶到大义 他便已经败亡 于是在下特意来投靠大将军 愿助大将军一臂之力 购灭赵匡印 谎称令职 是不想被人拒之门外 还请将军 恕在下唐突之罪 报上你的姓名 在下姓慎名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下可以主大将军 以臂之力 你是赵匡印派来的吧 来人 把这个奸细给我拿下 将军 好 好功夫 足下真是武艺精湛 无人能及啊 大将军 如果连你也败给赵匡印 我便不能报杀父之仇 不能为灭嵩福州尽力了 你现在该跟我说 你究竟是朝中哪位大臣之子吗 我乃前朝侍卫 马步军副指挥使 韩通之子 韩桂 好 你说你是为父报仇 和灭嵩福州的大忌 而来投奔我 我便想到 你是韩通之子 只可惜 你爹所为一代豪杰 遭了赵匡印的毒手 我在王府坟前发过誓 与赵匡印不共代替 好 韩桂 你来了 我如虎天意 有你的宋主 毕灭宋朝 富州大义 毕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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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平心而论 朕也想和你一道 神宁气闲地在这儿阉读 道德经 可惜啊 天下纷争 尚无宁日 难道又有战事 方才听魏荣详细奏告 看来朕虽竭力避免内战 但和李重进这一掌是非打不可了 杨州 非陆州能明 李重进带到那里的都是精锐之事 这将会是一场恶仗 夫慈以战则胜 以守则顾 天将就之 以慈备之 这段话在华山我也时常演习 老子的意思是说 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获胜 用来守卫就能骨骨 天要眷顾谁 也会有慈爱来保护他 人若没了慈爱之心 就会有兽心 不以慈爱之心待人 得不到真正的胜利 这便是明智他心意难平 你要赐世书铁券 但愿他能明白朕的苦心 见到世书铁券 就能安心 李重进有了官家的世书铁券 定能明白 官家不会加害于他 但是温柔说得对 如果他心存 做皇帝的野心 这将非起兵不可 那世书铁券不是白做了吗 白做也要做 朕要做到人之以尽 非迫不得已 不贪功法 不贪功法 官家能如此行事 乃天下苍生之万幸